這節想跟大家說一下醫護問題 中港醫護矛盾 還是現在還有多少黃醫護呢 講講醫護矛盾 因為最新的說法 就是來自藍絲 藍絲叫香港的醫護 你們不要再高高在上了 你們不要再斑門弄斧 理由是什麼呢 香港的醫生和護士有什麼那麼厲害啊 你讀書讀得久嗎 人家讀得久過你 這個是主要的論調 這個也是救救香港群組 群組也挺精彩的 內地 醫學學士要讀六年 英文要四級等同託福 碩士要再讀三年 英文要六級等同GRE 三甲醫院入職條件是碩士 升主任要博士 甚至乎是 碩士導師 還要每年在國際醫學期刊 發表論文 擔心援港醫護不懂英文 問號 不是班門弄斧啦 說香港你們的學歷比內地 你們的學歷比內地低 是不是真的 我極騎也很懷疑 說真的 我也不相信 大陸的學歷是可以用錢買的 大陸有無名頂替讀書 不過呢 以前 我先說一說 內地你要讀醫也是困難的 也是要那些很尖子的人 才可以做到醫生 不要算買那些 而不是官二代 很多呢 其實當時大陸那個要讀醫 都跟香港一樣 是很難的 是最TOP 讀書那群人才能進去 是真的 因為我有親戚是 讀醫的 他們入到醫科 整家是開香檳那種的 是很難的 還有你知道他跟我說甚麼嗎 他做到醫生 說這次發個豬頭 這就是國內人的思維來的 他們跟你說他不是想 達成一個人生的理想 最主要是這件事 他們高興的地方在這裏 因為普通的香港醫生 其實在做瞞診 起碼都會有十多萬一個月的最少 在香港的收入已經是上等人了 我印象很深的 因為我那時很小 親戚跟我說 有個大哥 讀醫科很厲害 他第一時間跟他說 這次發了 發個豬頭了 他很喜歡說這句 其實以這次來衡量 醫生是賺錢的 他們很多時候就說 這次大陸的醫護來香港就說 放下人家的家 來香港幫你們 救你們 首先我們要說一下 很多人 丟下老公、兒子、女兒 在菲律賓 千里少少遠 比你在大陸來的 人家要坐飛機啦 菲律賓女傭 個個都是收你四千多元而已 他們不用幫你洗廁所嗎 不用幫你做壞事嗎 當然啦 如果你的家裏有老人家 他們的說法是 我們先辯論一下 正反 他們說我們是醫護 有甚麼理由我們來做壞事嗎 應該是你們做 醫護在香港也要做的啦 每個人都要做這些事情 有一個問題存在 因為你們不是長久做下去 如果在香港 選擇操作給你做的啦 不用說啦 每個人都是選擇操作給你做的啦 其實醫護也要做這些操作的啦 幫病人抹身 撿屎 這些一定要做的啦 那麼你是否有些事情很豁免不用做 我知道你說了甚麼 我先講講內容 然後我們再討論 他說內地醫護去批評 香港的抗疫就是 內地醫護跟香港醫護的 工作分配不均 在17日網上流傳著一張內地醫護跟香港醫護的合作工作分配表 當中被指內地醫護的工作量 交本地醫護更多 有分工 不均的情況出現 內容是甚麼呢 從工作的分配表裏面可以看到 從早上的7點 至到傍晚的6點期間 總共有31行工作 內地的醫護人員 竟然佔了31行入面的22行 還有很多都是操重功夫 例如要換尿片 口腔護理 要餵食 而本地醫護 側僅佔9行 有內地網民批評 該分配表現 反應分工不均 直言這個 安裝 累的東西 全部都是由內地醫護做 就是內地醫護 也是人了 內地醫護的命也是命 現在沒有人屠殺醫護 內醫命貴 大陸命貴 現在沒有人屠殺他們 他們不是受到迫害 現在香港 用31000元請他們回來的 你問問他們的市委書記多少錢 他份人工比他的市委書記多了 你問一下這件事 要執屎啊 叫你幫他 其實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其實他們現在下來是 搞公運維權 他們是用來救人的 他們是用來工作的 你用來做甚麼 我想問你 你用來幫香港還是怎樣 幫香港你就先做了香港的操重事 不過這個 其實原因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是國內 怎麼宣傳這件事 國內的宣傳當然 就是派 特別部隊 特別軍事行動 來救香港 我們是來拯救的嘛 如果不是 怎麼會罵出這個 撩新聞事件 其實撩新聞 我也一定要問這件事 如果他們下來 做了一些犯法的事 那是不是 要怎樣追究呢 怎樣監管呢 這些就是民主社會要問的事 你不要跟我說甚麼 你下來一定要守法 如果不犯法 有沒有 有方法可以追究呢 原來沒有的 那你來幹甚麼都可以 因為醫護有些不護糧紀錄嘛 要收利是要收紅包嘛 當年有個大妻子就是不給利是 被護士用針連了她的肛門嘛 這件事 說了一輩子 說了一百年也會記得的 為甚麼 因為你有做過那些壞事 內地那些 真是黑醫護了 香港被人說是黑醫護那些 香港被人說是黑醫護那些 就只是可能 說警察壞話 說壞話而已 甚麼都沒有做過 說不讓他坐椅子而已 又說你黑醫護了 其實你甚麼時候可以黑得過內地呢 說真的 你說如果只是負責賭市 三萬一元大堆人做 現在香港那麼多人失業 現在要你的換尿片有甚麼 有甚麼那麼厭惡 三萬一元人工啊 你在大陸賺多久才有三萬一元 現在大陸賺工 當然啦 醫護現在全世界都缺 大陸也缺這個真的 但是現在 你政府說的嘛 你說是來換港嘛 換港你不是來幫忙的 你是來搞公運維權的 原來你爭取福利的 那你的出發點就不是那一回事 原來你賺著數嗎 但現在只是網民而已 還不是真的發展到變公運 其實大陸有些網民很多是特意的 因為在大陸你不可以說一些共產黨不容許說的東西 所以就特意說一些很極端的例子 例如 香港人那麼麻煩 香港人不如讓他獨立宣訴吧 其實是特意說的 因為你們說了那麼久嘛 你們說到香港那麼不聽話嘛 那麼不聽話的兒子 趕他走啦 我們的網民罵林鄭也罵得挺心涼的 現在黃衣戶是不是真的走了呢 說真的 還有一點剩下的 不過是極少數了 說真的 現在香港的環境 我們也希望他們都走了 留下你的藍絲就照顧你的藍絲 真的沒有辦法的 此處不留人至有留人處 當他真的這樣逼害你的時候 你不走也不行啦 我們繼續說醫護問題 醫護這個問題 也蠻複雜 其實 回到剛才的討論 當他真的有那麼高學歷 那麼高學歷 內地 就是 有相關的醫學機構 當如果醫生 就是 被投訴 其實沒有的 其實沒有的 不會運作的 所以問一下問題就是 如果醫療出現 事故 出現了問題 那麼應該向誰問責呢 是很合理的問題 其實建制派議員是有問的 建制派議員問相同的事情 就沒有被人召廢 被人召廢 被人召廢 被梁振英攻擊 再被陳鐵彪 召廢大會 說來說去也不知道他在說甚麼 陳鐵彪在亞視做新聞 採訪過很多敏感話題 現在人 不同位置坐了之後 就變成了一個混蛋 其實他的內部 內部會議說的東西 其實沒有甚麼特別 因為現在香港可能是 變得太差 差到 已經不覺得他有甚麼問題 不覺得很嚴重 他說 總之你要 aware 別人是來幫你 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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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沒有別的東西要說的 醫護下來幫忙 說真的也是多謝的 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幫忙 如果真的幫忙就多謝你 其實大陸的醫護 大陸的人民怎麼對大陸的醫生和護士 其實是不用說話的 直接拿刀筒的 所以大陸的醫生 在淘寶有些防筒的醫衣 有套衣服在淘寶賣業賣的 那個是一件醫生的 但是有防筒物質的 即是 如果你剛好遇到別人來刺殺你 有機會可以救你一命 大陸醫生是買這些東西的 好像駕駛電探車 穿那些保護衣 戴頭盔 穿保護衣 那麼危險 看病 比上高速公路危險 比上烏克蘭危險 所以 大陸的人去看病 對於醫生和護士不客氣 二話不說就打了 原因就是 醫生個個都是混蛋 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 每一個醫生 每一個護士都是混蛋 都是要收禮事的 所以你不用跟我們說香港 跟我們說這些東西的 那些藍絲廢話而已 那些也不知道是不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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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新移民來的 那些也不知道是不是香港 這些是新移民來的 你回大陸看醫生你就知道 那些都是混蛋 那些就是新移民來的 這個 Commonwealth eigenlijk是我分享過的 說 Jazz Photography 中國人 rob了中門 有注射假疫苗 金湖員會書記 自己便偷了這個真疫苗 賣了交給了那些假疫苗 之後有145 個小朋友 打了假疫苗 連 construct of mind 引起弓份被了人遑愕 現在這些東西大陸是經常發生之下 香港為什麼我們那麼反对疫苗呢 講真的 凡是有中國的事情 都要十分之懷疑 打入身體 他們連小孩子的奶粉都會造假 都會有毒 都會害死小朋友 他們沒有事做不出來的 現在香港政府不斷逼人打針 說真的 我也完全是信不過的 這節先說到這裏 這節先說到這裏